5G开台元年 根据1111人银行调查显示 以5G为关键字的值缺数已成长两成 五大人才类型包括电子通讯 资讯工程、资安加密、数据分析 以及电脑硬体 然而半年内不考虑申办5G吃到饱的民众也大有人在 这次大概是有五成三左右的民众 他们不考虑在半年内申办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目前还在观望这个资费 他会不会再调价 根据调查5G商转以来吃到饱资费平均703元 是上班族心目中的合理价位 跟目前电信业者推出的1399元 有近700元的期待落差 我们现在在台北新一路也实际在这么做 就是我们跟远传电信有在合作 他会跟使用一些5G的应用 包含我们的车子跟道路路边的耗资 申办中我发现他会不延迟 然后不断速运 然后也不断虚拟 下载Netflix也不会有所谓的Lag的状况 多数人对5G的应用及认知仍有限 但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则是逐渐浮现 5G发展将为产业带来极高产值及无限的前景 除了跨界整合资源外 人才培育更是势在必行 ETV媒体重新采用罢了